聽說他們到處貼公告 誰有看到我的武器啊 我的武器不見了 而且還敢去報警 啊現在不在打仗嗎 俄羅斯的天兵又出包了 而且這次出的包 整個國際全叫出來了 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來看看這張公告 這張公告 如果說不是在找武器 我還以為在找小狗呢 先來跟各位說 來龍去賣怎麼回事 各位還記得嗎 在基輔附近 目前在烏克蘭的北方 所有的俄羅斯部隊全部撤退了 撤退去哪邊呢 撤退去白俄羅斯 那白俄羅斯特別幫他們 開了一個特區 找了一個森林 那為什麼呢 各位你去想想看 這麼多的部隊之前 在前方燒殺掳掠的 還強姦婦女 如果讓他跑到一般的社會去 那還得了 結果這個特區裡面 突然間有軍人說 報告長官 怎麼了 武器不見了 天啊你到底在幹嘛 俄羅斯軍人的機率真的不行 你在戰場掉武器也就算了 你連在白俄整補也掉武器 但我這個我到心中有個底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事 這個就是彼此之間互偷 互偷 因為你的武器不見啊 你是不是要吃缺額 怎麼辦啊 我偷別連的 一連偷一連 偷到最後呢 還報警處理 到處貼公告喔 那現在呢 還特別跟各個大家說 如果你有發現彈藥啊 武器啊 裝備 麻煩請電洽 打這個電話喔 白俄羅斯武裝部隊 現在呢軍人喔 先說軍人居然要報警 來找武器喔 但現在先來說一件事情 這兩天一直有一件事情 大家都找不到理由 今天理由出來了 盧卡申科跟普丁 最近在幹嘛你知道嗎 在遠東的 所謂的火箭發射場 那為什麼在火箭發射場呢 結果在火箭發射場 談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對全世界公告 一件事情做內部討論 對全世界公告講什麼呢 現在烏克蘭跟俄羅斯 可以談判嗎 各位不查慘案之後 沒得談了 那沒得談之後呢 普丁現在就說啦 目前的談判進入了死胡同 那麼俄國我不得不在 先來說前面死胡同是對的 俄國不得不在 這句話是多的 為什麼呢 入侵是你嘛 但他現在呢 開始暗夜吹口哨 幫自己加油打氣了 他說什麼呢 他說俄國一定會贏 你們這些各國啊 可惡啊 對我們俄羅斯那麼不好 你們的孤立政策一定會失敗 這個可以說是男人抱在一起取暖喔 但還有另外一件事 什麼事 他們在討論另外一件事 就是要加強太空跟衛星之間的戰爭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這次俄羅斯突然間發現 奇怪了 過去打車程 喔 倒定泥肝 隨便殺隨便贏 過去打敘利亞 隨便殺隨便贏 怎麼這次 無線電訊號被屏蔽 被蓋台 然後很多的軍事訊號都被人家截竹先登 發生什麼事 軍備 通信 衛星不如人家 所以他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喔 據傳兩個人 現在頭腦裡面在想 我們自己不是有套娃娃殺手衛星嗎 我們這個套娃殺手衛星先來說 很可惡 他外表是商用衛星 但裡面是殺手衛星 可以發射極光 他們說要把一些特定的盟軍所用的衛星打下來 不然一直被蓋台 也不是辦法 但先來說 這個可能男人腦中有想法 怕是身體沒辦法 壞人抱在一起取暖 真的是夢裡什麼都有 但現在沒得談判了 那沒得談判 想不到普丁發狠了 怎麼發狠呢 他現在先來說 他最近居然把部隊揮軍北上 直接要去公分南喔 然後公分南的時候 有一個大壞人出現了 你猜是誰 是誰啊 中國 先來說一件事情喔 普丁今天在整個俄羅斯發了一個公告喔 就說 你們這些 包括了芬蘭 包括了瑞廷 你們敢給我加入了北約 各位別忘了 那時候他要打烏克蘭 就是因為烏克蘭要加入北約嘛 所以他就揮軍北上喔 結果今天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烏龍 什麼烏龍 芬蘭總理 女生很漂亮很年輕 他叫馬林 他居然直接拍桌子說 有總你就來 你別忘了 你們有二十萬的屍骨 埋在我們芬蘭 對 很義憤填膺對不對 對啊 假新聞 假新聞 中國發的 中國發的 馬林說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討論過這件事情 我們目前仍然靜靜的在研討這件事情後面的延伸 但這件事情先來說喔 普丁現在發痕 他發痕說什麼呢 他說 我要揮軍直接往芬蘭去 而且核子的潛艦已經出發了 在做測試了喔 感覺那個細皺的很足對不對 突然間出現這一則假新聞 而且還是拍桌子嗆瞎 還是中國大陸出來的 同一個時間 包括了歐洲 包括了美國 包括日本出來說 這則新聞是假的 中國是不是幫兇 對啊 中國想幹嘛啊 但重點是在於 他部隊調到芬蘭的一個邊境 現在單手打 打整個烏克蘭 單邊就已經喘到不行了 現在沒部隊啊 沒部隊今天喔 俄國的新聞出現一則 四百個軍人立正站好 說他們要效忠俄羅斯 要出發往庫克蘭 本身軍員就不夠 單邊就在喘 還要雙線作戰 這個有可能嗎 仔細想一想 但各位 中國居然出現一個 馬林拍桌子 有種你就來 各位敲邊鼓 是啊 其實各位 很清楚的 誰是好人 誰是壞人 但現在來說的話 第一個 包括了雜波羅熱 包括了馬力波 每天都在激戰 每天都在激戰 小部隊的一個接戰 大部隊的一個接戰 空中的一個接戰 飛機的一個接戰 武裝直升機的一個接戰 天天都有喔 哲論司機現在已經說囉 天天都有新的亂杖綱 每天雙方各有捷報 可是各位 各有捷報後面 是一代又一代的師代 等一下來給各位看 看了心中真的是很捨不得 但現在烏克蘭真的硬起來了 先來說喔 梅德佛查克這傢伙 在烏克蘭是響當當的人物 先來說排名前幾名的首富 國會議員 據傳啊 本來如果折倫司機幾天 他就跑路的話 他可能現在是烏克蘭的領導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個好朋友 這個好朋友各位 交情好到什麼地步呢 這是他跟普丁之間的照片 普丁七十二歲 他六十七歲 然後呢 梅德佛查克的小女兒喔 居然要叫整個普丁 要叫教父 在整個天主教叫東正教 教父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兩個是生死之交 如果真的有事 我們彼此之間要互相支援 但現在請各位注意 我特別把這個地方上起來 他已經上手銬了對不對 這個是整個烏克蘭的頂尖的人物 也是俄國的一個看板 這個地方用烏肩的方式 把他給抓起來 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個地方 烏克蘭政府希望烏克蘭 百分之八的人民腦中要醒悟 這個地方你再去親俄的話 我們這個地方絕不饒恕 因為俄羅斯在我們這個地方 犯了太多的一個惡行 我們鏡頭馬上一轉 轉到整個美國國防部 美國國防部今天開了一個緊急會議 為什麼這個緊急會議呢 他們把八大軍火商 天空飛的 海裡面跑的 無人機的 全部通通叫來 為什麼通通叫來呢 未來要用所謂的一個 國防授權法 那這個國防授權法呢 未來要怎麼來支援烏克蘭呢 時間已經非常非常近了 但我個人在估計喔 該給的武器 已經該過去的都過得差不多了 各位還記得彈簧刀嗎 彈簧刀支援第一批 加碼第二批 再加美洲師 上面的飛機一直在做盤旋 彈簧刀現在已經不叫無人機了 他已經叫飛彈了 但我要這個地方 我要先做第一段的總結 說實在話 我每次看到這鏡頭 我都很難過 我們來看這邊 現在只在討論第一個 俄羅斯的軍隊是否使用化武 因為最近有很多人呼吸 覺得很不順暢 那為什麼呢 到底他在炸彈裡面放了什麼 這個不清楚 但我們看到 這都是年輕人生命 目前的時代堆積如山 來到這個時間點 先來說 對於一個狠心的人 心中沒有任何的道義 沒有任何的人恥可言 目前普丁還在說 俄國會贏 各國孤立會失敗 目前普丁還在想 居然連烏克蘭都不聽話 你連你芬蘭你都敢不聽話 但各位 這場仗如何打下去 我們再來看 但目前在整個烏克蘭的南方 無論是在馬力波 無論是在雜波羅勒 現在都已經是全部脆勾勾了 好多的人都無家可歸 無水無糧 來到這個地方 日子不知道該怎麼過 但是圍攻仍然持續當中